我们在试驾一台最新版的吉利伯瑞 这个车还没上市 但它上面有一个功能吸引了我的注意 就是它的原车自带的行车记录仪 在这个地方 因为是原车自带的 所以不会有一块掉在这里 这个看起来很整 其实原车的行车记录仪 它也不是第一家了 之前像比亚迪什么都有 但是它这个有一个很好玩的创意 我们在这个菜单里打开它看看 你看到这个画面就跟普通的行车记录仪一样 它现在是在录制中的状态 看到前面的马路 但是我把它放大之后 你会看到上面出现了一行小小的 这是什么呢 这个P这里是它现在的档位 然后这个是当前的速度 如果动起来的时候 它速度也会记录 然后这个是油门 你看我踩一条油门 这是刹车 油门刹车 然后这个是手刹 把手刹打起来 你看手刹就亮了 这个是左右的转向灯 然后大灯 远光灯 有没有亮起来 你看大灯 然后包括我有没有系安全带 我有没有亮双闪 你看 这些全部可以在行车记录仪里头 把这些当时的车辆的操作给记录下来 这个就非常有用了 如果你呈现给交警看 你看我不只是我这个状态路况是怎么样 你还可以看到我当时采取了什么操作 我有没有系安全带 我有没有打转向灯 我的方向 不是方向 就我的油门和刹车到底是怎么踩的 我挂的什么档位 是在倒车还是车自己溜的 都可以通过这个信息能够展现出来 这个就不是一般你在街上买的 自己插上去的行车记录仪可以做得到的 因为它必须要跟车子的OBD行车电脑要结合起来 所以这个非常实用 我非常喜欢这个功能 我也希望接下来如果原厂做的行车记录仪 应该都要有这一套功能 这个才是原厂行车记录仪的最有用势的地方 感谢观看